好 那个各位就是两位老师 就是萧老师跟江老师 还有各位这个online的同仁 大家好 我想这是我们风险中心 针对COP26 我想我们有几个获得 那今天是第一场 我们先来谈以下最实质的 气候治理的这个政策工具 尤其是探电厂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 两位讲者 一位是肖戴基老师 那一位是台大公卫学院的 张商权老师 我想两位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也是这个领域相当 相当关系相当专业的教授 我想我就不用再多做介绍了 那我们今天 有一百七十多人报名 那现在在线上 还有金门大学林振伟老师 他们那边有一堂课 气候变天环境治理 线上有二十几位 他们是同步在播出 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就会 请肖戴基老师 帮我们谈一下台湾 或是全球在谈探定价的一些基本问题 会从2点10分 2点10分左右 或是就是40分钟 到就是现在2点02 大概到2点42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请詹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他对 COP26还有对台湾在相关气候治理这一方面的一个观察 那最后我们应该会有50分钟的时间 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那就请线上的同仁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可以上这个CIDO 我们在这边有贴 提供问题 或是说您直接在这个 WebEx这个聊天区 打下您的问题 那我们也会来回应跟讨论 那我的开场白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请这个 夏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讨论跟介绍 那个探定价的问题 来 夏老师 好 谢谢周老师 还有风险中心的邀请 那很高兴有这一个机会 在和詹老师一起来跟大家来谈这个探定价的机制 那我就把我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 还有参与的这方面的工作的一些经验 然后就整理了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 我现在就来分享 好 各位有看到我分享的内容吗 好的 那就这样子 好 那这个题目就还是用这个会议 这个这个讲座的题目 就探定价机制 台湾如何选择 那下面我写了几个写了几个选项 包括探税 探费 探交易 探边境税 如探费 气候俱乐部等等 那么有些是比较新的观念 有些是老观念 那最近这一年 那这个这方面的 在国际上的讨论 和研究的进展 还有实际的实物 都进展非常的快 有很多新的概念 很新的做法 因为要面对我们这个新的目标 就是2050净零排放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好 那么这就是会议的 这个达达风险中心 在会议在开办的 在所提的几个重点的内容 以探定价机制为中心讨论如何 台湾如何来建立相关的这个规范 好 这是我的大纲 首先我会讲这个台湾的 整个的气候危机它的特征 那和这个探定价机制 有关系的特征 几个主要的有关系的特征 然后就说明这个探定价机制 它的理论的基础 还有政策的意涵 那理论的基础方面 有这三个理论 财产权理论 外部系理论 跟公共财理论 然后就由这个理论 我们就可以得到 对这几个不同的探定价的机制 它的政策的意涵 包括了探税 那动态的 动态跨代的探交易 那里面有一个新的一个观念 叫做除探责任 那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观念 是除探费 还有一个新观念 就是气候俱乐部 气候俱乐部里面 有棍棒和红萝卜的 这政策工具 棍棒就是探关税 就是关税 和现在欧盟正要开始执行的 探边境税 那红萝卜就是一个 气候的一个基金 然后讲了这个理论基础 和这个政策意涵之后 然后我们就来看 各国探定价的现况 还有台湾的探定价的现况 最后讨论 我的一些看法 就台湾从这里来看 台湾应该怎么做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内容比较多 那加上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从这个台湾 如何选择开始讲 一开始就讲 最后的结论 台湾如何选择 这是经过前面的这些 理论的基础 和政策意涵的讨论之后 我的一些看法 那就是现在我们的目标 是要做到2050的净银排放 那要做到这个的话呢 就必须要使用到所有可行的 而且是正确的政策 都一定要做 才可以做到净银排放 同时呢 要不要做不正确的政策 不正确的 OK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说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 说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到环境 经济和社会的双银 三银 就是环境方面 可以做到2050的净银排放 而且还有做到2050年以后的净负排放 然后经济 经济方面并不会说造成大家的所得的降低 生活水准的下降 反而是还是有一个一个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的水准 那社会方面的就是如果做得对的话 我们社会方面可以减少降低这个所得的不公平的这种现象 OK 那政策这里有一个三个 主要是三个 一个是积极的减碳和除碳的政策 要积极 然后要研发技术 然后要转型社会和经济的转型到一种整个的一个大转型 不正确的策略有哪些呢 主要就是补贴减碳工作 减碳工作的补贴是一种不正确的一个做法 他做下去的话会做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三书 三书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例如例子就是 再生能源电能的顿购的费率这个做法FIT FIT-in Tariff 另外还有就是文件法里面 所写的碳费的这个收入呢 或是这个基金呢 又用在辅导补助及奖励 办理温室气体减量工作的这个事项 这就是我们是认为 为什么它是不对 因为它是减量工作 是 它应该 本来就它的责任 那并不能够说 它做了温室气体的减量 任何人做了温室气体减量 就是对社会产生的一个公益 要补助 要奖励 要补贴 唯一的一个理由是造成了 有产生一个公益 公益 它这样做只是减少公害 并不是等于增加公益 这个话可以看我们发表的这个 即将发表的论文 好 那积极的减碳和除碳的政策 我就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减碳来看 减碳的话就是要用碳定价 那先呢 我的建议是先采行 碳税 能源税 碳费 这些 这个用价格的机制 那这个好处是用收着碳税 碳费 能源税 我们就可以取得污染源 它的排放量的正确的资讯 因为这个时候污染源 它就有尽量减少排放量的这个诱因 那它也要申报它的排放量 它就不会去夸大它的排放量 那也养成了排碳需要付费的这个观念 那执行的若干年 例如说十年以后 或者是二十年以后 我们觉得这样子做到一个尽头了 就是所谓的 它能够减少的排碳量 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的以后 那我们未来要达到 2050的近年排放的这个目标 那我们就需要转成 这个碳税和排放交易并行的这个做法 因为排放交易是一种总量管制 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能够真正的做到 这个非常深度的这个减碳 那么在这个减碳的碳定价方面的法律 那我们现在温检法里面呢 有这个排放交易制度 现在的为主 那么就需要另外增加的是 碳税和碳费 碳费在现在的温检法的修正案里面 有一个新增的这个条文 但是对于碳税呢 它就没有 那我是建议说在这个温检法 或是叫现在的名字叫做 气候变境因应法 里面呢 可以把碳税和碳费分别写在 两个条文里面 这样子财政部就可以来做 并不是说这个法只能够写环保署要做的工作 所有的有关的温室气体检量和调试的工作 有关的部会所要做的事情都应该在这个法律里面 这也是现在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现在的草案 或者是现在的温检法里面的做法 只是缺少了财政部应该要做的碳税 我们不必要去等财政部 另外立一个法 那么这个ETS ETS就排放交易制度呢 就现在就有 那它里面呢 有包括了排放交易 还有排放抵患 抵患交易这两种交易制度 那我建议以排放交易制度为主 逐年减少抵患的交易 它的主管机关是环保署 那另外呢 能源税条例 这是现在没有的 那么建议财政部 它可以已经有 它事实上已经有一个草案 可以拿出来 开始来推动 那么碳税的税率 我的建议是按照欧盟的 碳交易市场的这个价格 作为我们的碳税率 或是税额的基础 那当然它的价格是随时都在变动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年 前一年的一个平均价格 或者是前一季的平均价格 作为我们的价格 然后它的这些税的收用在两个部分 发还给全民 尤其偏重在低所得者 多给一点 来改善所得的分配 来避免这种 碳税它会造成的 这个所得 这个反而是恶化的 分配恶化的这种情况 这是 如果不这么做 所得这些税都会使得所得分配恶化 因为它都是课程在交通和电力上面 那么这个税收呢 另外一部分呢 就要用来累积 成立一个除碳基金 然后存在里面 来累积 这个除碳基金 那除碳基金是要用在除碳 因为我们除了减碳以外 还必须要除碳 才能够做到温室气体的 这个 才能够做到2050年的这个目标 所以要用这个 可是这个除碳基金呢 要做的除碳的工作 需要用要很多的钱 所以我们只能够用这个除碳基金的利息 本金不可以动 然后用来购买除碳的这个服务 那做法呢 可以是招标来除碳的这种服务 招标购买除碳服务 或者是政府定一个固定的一个除碳费 每年 然后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单位或个人 或者是企业或者是政府 来提供这个除碳的这个服务 然后就付费来购买这个除碳费 然后也要投这个钱 这个除碳基金呢 也要用在除碳技术的这个研发 那除了这个以外 另外也要进行这排放交易系统 那这个排放交易系统就必须要是一个完整的跨代的 而且是动态 动态就是跨时间的的一个排放交易系统 那必须要包括了储蓄和借贷 那储蓄就是现在如果不用 这个排放权可以把它存起来 那以后或者是跟后代或别的人 或者其他时间后面的人去借 可是一定要还 因为那除碳 这个交易的这个权利呢 包括了两个 两种一个是排放权 这是我们传统的 就是说你有多少排放权 你就可以排放多少温室气体 可是现在因为要除碳 要做到净宁排放 所以呢这不够 所以呢就每一个排放 现在现在的每一个新增的一个排放 他就要负责把这个排碳量呢 在未来要把它移除 就叫做carbon removal obligation 就是说现在从现在开始 增加一个单位一顿的排放 排放一顿的二氧化碳 那这个未来有责任 要把它移除掉 这样子才能够做到2050的净宁排放 然后还有就是2050年以后的净副排放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观念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现在不准备的话 那以后是做不到的 那准备什么 就是要把现在增收的碳税里面 他要包括了减碳的工作 给他减碳的诱因以外 也要必须要包括除碳的这个工作 所需要的经费 所以这两个部分都要在里面 那还有另外一个积极的一个政策 就是我们可以加入一个气候俱乐部 例如说欧盟 欧盟就是一个气候俱乐部 在这个或者是我们可以组织一个东亚的气候俱乐部 一个俱乐部是什么呢 它就是里面的所有的国家 他们都采取相同的碳价格的政策 例如说欧盟的碳交易系统 那么同时呢 对于非俱乐部的会员呢 俱乐部会员以外的国家呢 进口品就征收碳边境税 那另外呢 把这个收的这个碳价格里面呢 就成了一部分呢 就成立一个绿色气候的基金 然后来做这个减碳的工作以外 也可以来这个在这个俱乐部里面的 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一个 一个一个补助和平衡的一个基金 这个是用来吸引这些第一所国 第一所得的第一开发中的国家来参加这个气候俱乐部的这种做法 这个是会比现在的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气候变化 刚要公园这个架构 要好 在这个现在这个架构里面 190个国家的会员 必须要所有的国家都 完全的共识 才能够达成一个协议 才能够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说现在大家都 就卡在那里 动了动不了 好 这是我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这个这个所做的 这等于是一个结论 也就是台湾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我就回到前面 那我就讲几个重要的气候变迁的特征 净利排放 净负排放 那碳预算跟碳债 那这个是 这个来自于 这IPCC 2018年的这个报告 Global warming of 1.5 degrees C 这个报告里面 它有这四个这个情境 那么 我又放在这里比较大一点来看 它就四个情境 来说我们要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 2050净利排放这个目标 主要就来自于这个研究 那这个报告 它在这里说 我们未来有这四种不同的情境 那么 一个是 这里是最低能源需求的 所以排放量是 可以快速的这个下降 而且到到了2060年以后 是进负的排放 那这边的最低 P4呢 就是前面的还是持续的大量的排放 然后到了2030年以后 或者是就必须要 急速的下降 然后到了2060年以后 要到很深的这个进负排放 这样子一个情境 OK 所以这就是 这个为什么要2050年 要进负排放的这个目标 然后呢 2050年以后 要进负排放 主要是来自于这一个 这个这个结果 好 那我不详细说 这里面还有一些内容 我就不想去说 因为时间能关系 那这个就来自于carbon budget 在这个报告里面呢 他对carbon budget 有两个这个定义 一个是total carbon budget 一个是remaining carbon budget 那我用下一页来讲 就是未来的世界呢 将是一个进负排放的 一个经济体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剩余的碳预算 remaining carbon budget 已经是不够用的 那什么是剩余的碳预算呢 他就是说科学家已经知道 为了避免温升大于1.5度C 就是因为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 好 大于1.5度C 那这个并不是2050年 可能是指2100年以后 温升并能它大于1.5度C 大气中还能够容许排放的 进的温室气体的总量 OK 那所以呢 这个总量是有限的 所以呢 碳预算是一种浩洁性的 不可再生的支援 用完就没有了 所以它是一个 有越来越少的 那所以呢 这个 那把它碳预算用完以后 那么新增了排放量 就是碳债 carbon date 那所以呢 现在的每一个排放者呢 从现在到未来的每一个排放者 它排放温室气体的时候 相当于是像银行借贷的一个碳债 未来要用碳移除 carbon removal来还债 所以这就是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carbon removal 这个准备carbon removal的一个原因 OK 好 这几个数字呢 我们现在全世界一年呢 大概每年有42个 GT的温室气体 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那剩余的碳预算有多少呢 它有不同的计算 我们用这一个最新的报告 IPCC20 今年的 L6的这个报告里面呢 说剩余碳预算是400GT到500GT 那么用这个42来除 就差不多是10年 所以我们说 这个10年就用光了 这也就是回到这个图来看 这为什么 必须要下降 然后呢 要负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代表说 这个负的这个部分 的这个总量就是 我们的碳债 碳债 那用这个 批示这个情境的话 那个碳债就非常的大 碳债就非常的大 好 那要移除 移除的话 有三种的方式 就是生物 自然界的无机化学反应 还有物理性的移除 生物里面 这比较便宜的 包括用森林 湿地 或者是海洋 或者是 这个BEC BBCCS 等等 这些不同的做法 好 这里另外一个定义是 净排放量 就是在一个一年之内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减去移除量 所以我们 要把这个移除量 要 要 要计算 也要去加强 不然的话 是 没有办法做到 净林排放 跟净副排放的 那所以呢 从20 到现在为止 有130个国家 都宣布 要 或者是考虑 要做到 2050的 净年排放 第一枪 开出来的是 英国 2019年 6月 这样子 然后很多的国家 然后我国呢 在这个月 也就提出来 温室气体 在温泉法的修正 要把这个放进 这个法律里面 这个宣示 好 那么 那 这个我们知道 有机会危机 那为什么要用 这个 这个 2050净年排放呢 主要是因为 必须要 温室幅度 必须要 控制在1.5度C之内 那要做到这个的话 就必须要 这2050年 要做到净年排放 然后2050年以后 要做到净副排放 就是刚刚前面那个批 那四个这个情境 刚刚这四个情境里面 我们认为 这个最可能发生的 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境 是P3和P4 P1和P2 现在就开始做了这种的 是很难 按照现在巴黎 一定输的这种的情况 这个CUB26 这种讨论的这种情况 未来可能是这样子 或者可能根本就做不到 也有可能 好 探定下第一次的理论基础 主要有这几个理论 那我就快点讲 因为时间上 我是大概讲到 2点40或45分 好 那产染权理论 主要就是说 有效率的产染权的 移转制度 只是包括了 产染权受到保障 产染权可以自由的移转 那他应用到这个政策上面 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交易制度 那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制度 是一种有弹性的 总量管制制度 那在很多的国家都在做 主要是用在空气污染上面 那在温室气体上面 主要就是EU 就欧盟在做 另外东京 韩国 大陆 加州 瑞士 也都有他的ETS 那么交易制度有两种 一个是抵患的交易 Credit Trading 他交易的对象是抵患证 他抵患证是什么呢 是一个排放源 他在实际的年排放量 如果低于 每年的许可排放量的这个差额 那就是一个抵患证 那这个例如说 就现在台湾有这个先级的专案 温检法有先级专案 跟抵患专案 这些做法 那么他就是说 这个厂商 他把他的这个 例如说发电厂 或者是锅炉去更新 用一个比较有效率的锅炉 或者是发电的设施 那么他就可以减少这个排放量 那么这个减少的量 就是就可以拿到这个抵患 就拿到一个Credit 抵患证 所以呢 他重点就是 他需要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如果没这么做 他的排放量是多少 如果他这么做 去做这个更新 他的排放量是多少 那这两个的差呢 是这个抵患 所以呢 你想象他们就可以 这些厂商在做 在申请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去夸大 他如果不这么做 不做这个更新 那么他的排放量 这样子那个夸大越多的话 那么他就有越多的这个Credit 所以这就是这个制度的 主要的一个问题 在过去这方面做了很多 包括京都一定数里面的 这个采取的这个清洁发展机制 还有共同执行的机制 所谓的CDM跟JI 可是呢一直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一直都得很大的诟病 那这也是现在COP26 正在讨论这个国际探交易机制的制度的时候 一个主要的一个争点 第二种的话就不是这么做 就是叫做排放交易 Allurance Trading 他交易的对象是许可排放量 那许可排放量是每一个排放源 政府给他的给每一个排放源的最大的年许可的排放量 那他只要他的排放量 他这个交易呢不需要政府的许可 只需要在每年的年底 验证每一个排放源 他当年的实际的排放量 和这个他经过交易以后所拥有的排放量的这个权证 看哪个比较大 或者是就超过 那么就需要他另外再去买 如果多余他就可以卖出去 那这方面的例子主要就是 美国的这个ACRAM Program 1990年开始用在空气污染的 那这是被评估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制度 那另外一个就是欧盟的排放交易制度 欧盟的排放交易制度 是在京都易丁书之下的一个 的一个制度 好那排放抵换制度呢 他有很多的这个 他他有有有有缺点 在台湾曾在1990年 在空气污染房子就有这个制度叫Bubble 可是呢他没有成功 这是让执行 只有一个申请案 而且这个申请案最后被撤销了 他自己撤销的 然后空污法里面的这个总量管制制度 也是一种抵换交易制度 从1990年99年设立法到2015年才开始执行高频的这个总量管制计划 就是很大的这个困难 好 所以他主要的缺点就是交易成本很高 那因为呢 他这个底换证是两个数字的差 而这两个数字呢 他就有 这第一个数字 这个排放期限呢 就有这个夸大造假的这个诱因 那为了要避免这个情况就有非常多的验证要做 就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成本 OK 所以每一笔交易都必须要经过验证才可以 所以这就是他的成本 所以我们的温室气体的对称应该是采取排放交易 而不是解换交易 这是一个结论 外部性理论 大家知道他我就可以讲少一点 那就包括了外部效益和外部成本 那外部效益在这里 跟我们这个也有关系 我们的减少 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 就是外部效益就是公益了 就是公益 从搭气中移除温室气体 比如说造灵或者是其他的做法 那么这是产生的外部效益 因为这个原来并不是任何人的这个 这个要做的事情 可是我愿意去做 对大家产生一个好处 那就减轻这个气候的危机 所以他是一种公益 是一种外部效益 所以呢 对这个我们要 要付费去购买他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除碳的这个服务 可是呢 减碳减少排放量 是一个污染源 现在他的排放量要去减少他的排放量 减少了以后他还是有排放 并不是没有排放 这减少排放 这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说 减少排放量是 减少排放量是减少了外部成本 但是不等于产生的外部效益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这是基准 很多人讲说我减少排放量就产生外部效益 所以要给补贴 所以政府应该补贴 这是不对的一种观念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 减少排放量不是产生外部效益 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那任何的这个工作 减碳我们全部都是我们大家 所有的人都要帮他出钱 那另外所以说从外部成本 他们是排放是造成外部成本 因为你减少排放还是有排放 所以呢要负担 那外部成本有两种 一种是对当代的造成的这个损害的成本 另外一个是对后代的产生的一个这个 一个浩劫性资源的使用完了以后 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这跟我们这个有关系就是贪预算 我刚讲贪预算是一种浩劫性的用完就没有的资源 所以我们现在排放一个单位就把这个贪预算越来越少 所以呢对于后代就造成了一个 没有在没办法再排放 而且必须要去多除碳的 所以后代要做很多的除碳 很多的除碳 而这个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排放 那就是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我们现代的人 多排放一个单位 他除了造成当代的这个损害以外 对后代也造成了损害 此外还有他就让后代的人要必须要去做 这个除碳的工作 所以有这两个成本 一个是损害成本 一个是使用者成本 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 应用上理论到政策就是外部成本 外部效益要内部化 外部效益要内部化 外部效果要内部化 其中的外部效益内部化 就是像除淡费 就是应用这外部效益内部化 另外还有我们常看到的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也是 所以除淡费是一种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例如说水资源的保育 这种支持 那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呢 就是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这外部效益内部化的原则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 失忆者受藏的原则 就是产生外部效益的人要得到报偿 那所以自然资源的价格呢 它就必须要 这个地方 要等于 这个生产的成本以外 还加上边际的使用者成本 那这个怎么来呢 这是要用碳税或能源税 把它加上去 那再来或者 再加上边际的环境外部成本 就是损害的成本 那这个也是碳税 所以碳税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造成的损害 一个是未来的事代 要除碳的这个工作的成本 好 那另外有共财 共财它主要的特征就是具有一种共享性 共享性就是说 我使用的资源 你也可以使用 我们两个共同来使用 都不会造成这个不利的这个影响 它产生了一个结果 就大家都白吃午餐 就是说对这个工产呢 大家都不愿意保护 不愿意提供 不愿意提供 你提供我也可以享受 那我为什么要提供 所以呢 就产生了这个白吃午餐 或者是叫做以灵为祸 这样子一种观念 那气候危机 现在为什么那么严重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是最重要一个原因 气候危机 因为各国都以它各自的利益为优先 所以呢 延大他答应要做了减碳责任 例如说在八零议定书里面讲的 说INDC就各国 他自己承诺的 要做的这个减碳的责任呢 到现在都做到的很少 我们台湾也有这个INDC 可是做到也很少 所以 使得这个 使得气候危机的有关的各个国际的协议呢 都已失败 告终包括了 京都议定书 包括现在的巴黎协定 预期也是一个失败的 好 那怎么办 那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建议呢 就是采取气候俱乐部 这些文章 在提出包括了我的文章 还有诺号室的两篇 文章 那区合俱乐部 他就是可以解决这个搭便车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俱乐部的会员国 他课程相同等额的碳税 或者是各种相同等额的碳定价制度 那他的税收自行 各国自行使用 然后呢 他对于非会员国 他就用进口的关税 比较高的关税来加以惩罚 或者是欧盟现在要执行的碳边境税 就是一种惩罚 欧盟以外的国家 他不做这些减碳的工作的一个惩罚 这样子的话 你看看这个制度 刚才宣布 对我们台湾呢 有多大的影响 影响非常的大 原来都是不愿意做的 这个政府还有厂商 都非常的紧张 然后我们政府就马上就宣布了 这个温检法的修正 好 那 好 另外一点呢 我就要讲快一点 就是说对于碳税跟前面讲的 有按照 就有两种制度 一个碳税 一个排放交易的那个配合 那我是建议是短期采碳税 长期采排放交易 那简单来讲 这个理由就是 啊 那个碳 先采碳税的话 可以养成 使得大家养成排碳需要付费的这个观念 最重要的就是 他可以取得 实际的 正确的 排放的资料 因为如果先采取排放交易 尤其是这种都是采取这个credit trading的话 那排放源都有夸大 他的排放资料的这个诱因 因为这样他能够拿到比较多的排放权 OK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税之下价格明确 排放交易下价格是比较不不确定 OK好 所以这是主要的一个 可是长期呢 要做到近年排放这么一个深度的减碳 还是需要用总量管制跟排放交易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政策的建议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下面有这个图形的说明 我就跳过去 好 碳定价之日到现在讲过了前面的理论之后 总来讲的话就是有 这个减碳 要用碳定价 包括碳税或者是ETS 还有能源税 那这个税收要成立这个基金 用来除碳 那除碳的话要用这个基金的利息 然后呢用来购买这个除碳的服务的除碳费 或者是招标的除碳 那这交易系统就是一个完整跨代动态 包括储蓄及借贷的这个交易系统 因为这是非常长期跨期的一个交易 OK 这里面要包括了排放权跟除碳的责任 这前面都说明了 好 那解决搭便之后的问题就需要 我建议这个加入 我建议我们要加入这个气候俱乐部 那这最好的一个就是欧盟 那里面有棍棒有红萝卜等等 这都刚刚都讲过了 好 各国碳定价的现况 我就引用这个World Bank 这个每一年都出的这个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的资料 这是各国的情况 有颜色的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制度 那这个图比较有意义 这就是碳价 各国的碳价格 还有两种 一种是红色的 红色的是碳税 那绿色的是碳交易系统的这个价格 那我们别人来注意来看是最高的碳税 这个是瑞典的高达137美元一顿 那再来是瑞士的碳税 是101 那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除了碳税以外 也有它的碳交易系统 它的价格是46 那欧盟呢 碳交易系统的价格是差不多是50 这是去年 那就是到 到 这是4月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欧盟跟瑞士的价格差不多 因为欧盟跟瑞士的碳交易系统是linked在一起 就连结在一起 他们可以互相交易 OK 那日本呢 有碳税很低 很低只有3块钱美金 那东京呢 也有碳交易 OK 好 那这是产业 那这个是来 我引用这个天下杂志 刚刚出了 做了一个图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横轴是碳定价 这就来自于上面那个图的资料 那这个纵轴 是美人的年均的排放量 这些不同的国家 那我们应该说 这个排放量越多的国家应该 你可以看到 越多的国家 它的碳税呢 是越低 接近像台湾是0 韩国也低 美国也低 澳洲 加拿大都非常的低 日本也低 那么 那瑞典最高 它的人均的碳排放量是最低的 瑞士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相反的 负邪率的一个关系 所以应该是要正邪率 就是排放量越多了 碳定价应该越高才对 可是呢 我们就反过来 就代表说 为什么这些国家低 这些国家高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碳定价的高低的不同 好 这是各国 有一点要说明各国都 很多国家都同时有能源税 碳税跟碳排放交易 那么我自己跳过去 那欧盟的碳边境税的过程 我就跳过去 这碳边境税的这个提案 刚刚提出来 2023年到2025年是过渡期 2026年以后就要 就开始确实的这个执行 那我就跳过去了 不过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 符合下面两条件的可以排除 那包括已经连结欧盟碳交易制度者 例如说瑞士 或者是支付 以支付来源国的碳价 没有受到折扣返还的这部分 也可以抵减 所以这些国家就不适用 这个碳边境税 这是英国有非常复杂的碳定价制度 所以我们要知道 它事实上是非常的复杂 在那个时候 它有参加EU ETS 现在没有了 它退出EU ETS 它有自己的一个ETS 那我特别强调这个日本 日本的碳税和能源税 也是非常的复杂 它有各种的税 石油税 煤炭税 天然气 天然气税 汽油税 氢油税等等 各种的税 所以它的碳税 是在这些 已经有了这些各种的 能源税之上 分三期 逐渐的提升税率 所以我们不能够看出 日本的碳税税率很低 这个表就是算出来说 日本新增的碳税 它分成三个阶段 开增前 这个税额 各种的税加起来是这么多 然后开增以后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它的差额 我们把这两个相比 就可以得到说 日本新增碳税 第一阶段的税率 差不多是95块钱日元一顿 约等于台币24元一顿 可是呢 第三阶段就到达了 72台币一顿 这是三个 可是不能够只看这个数字 因为它本来就有非常高的 这些各种的税 它有各种的税 所以它事实上是能源税 事实上是蛮高的 这也就为什么日本的电价和汽油的价格 是我们的 是要以倍数来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好 台湾摊定价现况 我就快点讲 这是货务税条例里面有油气类的货务税 温减法里面有 这个2015年以来 有这样子一个总量管制及碳排行交易制度 但是到现在没有执行 那在第五条第三款 有规定一个管理的原则 就是依二氧化碳当量 推动进口化石燃料的税费机制 以因应气候变迁落实中立原则 促进社会公益 这个原则写的很好 可是呢 没有做 环保署是说没办法做 因为当然靠原则没办法做事情 OK 好 那所以要等到这个 现在修法 财政部有能源税条例的一个草案 很多立法委员也有很多的这个提案 从2008年2006年开始到现在 可是呢 财政部他的立场一直是 说 各部位都认为 推动能源税将影响国内的油电价格 经济成长与民生物价 以于景气较加的时候来施施 OK 那这句话一讲起来 我们就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什么 我们就看到政府会认为说 什么时候都是景气不佳 虽然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达到 今年的 经济成长率达到3% 在这个已经是在全世代集是非常好的 可是还是认为景气不佳 为什么 因为有COVID-19 所以永远是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要靠这个财政部的立场来看的话 永远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财政部必须要加以更多的这个 鞭策 好 这我就跳过去 我们现在的应应法 应应法的草案 大家注意 有三个主要的 第一个就是 2050近年排放入法 然后原来就有了温室气体总量管制 几盘交易制度 还有加了一点修正 那新增了一个碳费 OK 现在在26侠新增了一个碳费 另外 大家注意他在27条也新增了碳边境税 虽然欧盟才开始 我们也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有碳费 同时就有碳边境税 好 碳税和碳费的不同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 我国的一个特点 相同的地方都是对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来课征 不同的地方是它的征收机关和用途 制作机关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环保署 用途碳税的话 它就是政府财政的收入 没有特别的这个限制 碳费 它就受到这个大法官的这个解释的 它是有特别功课的这个限制 它用途只能够专攻该种污染防治之用 这样子使得它的用途就受到限制 所以费率就很低 那它的这个原来应该要有的减量污染 减量的这个诱因就非常的低 所以呢 我们就不能够只靠碳费 可是现在的温管法的修正案呢 它只有碳费 没有碳税 没有碳税 所以我是建议在这个温法 这因应法里面应该要另外一个条文 就把碳税就写在这里面 就立法 那不要等到财政部另外另立一个新法 等财政部永远等不到 好 那我就差不多了 我已经下面这个选择就刚刚讲过了 那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敬请指教 好 我们谢谢肖黛基老师 我想一开始我在这个记录今天 这个可能会有的一些重点 那那个我就想起十年前 应该是十一年前 我们跟肖黛基老师 还有包括詹长权老师 我们在关心这个整个国防石化的议题 那各位知道国防石化当然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转折 他是从比较传统的这个环境运动 环境污染运动 转向这个一个所谓的气候风险运动 那当然再早一点在开发宾南案的那个案子里边 有关这个石化跟钢铁当时其实也有针对这个高碳排的产业 跟高氯产业或是这个高耗水产业也有一些讨论 那但是到国防石化我想是一个非常大的总结 那刚好在国防石化在应该是在2011年4月中 这个马总统就宣布中止 其实三月的时候当时也在讨论能源税 我记得我们在立法院有一个能源税的座谈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台湾从2006年 这个几位国民两党的这个委员 立法院的委员提出这个能源税的草案 财政部在2007也提到能源税草案 到2009年刚好就是 萧老师是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当院长的时候 有接受这个财政部委托 整个绿色税制的覆改会也有一个类似能源税的一个机制 那到2015的文管法 我觉得有三次的机会之窗 台湾是可以来开征这个能源税 但这个当然每一个机会之窗 前面都还有一些重要的会议 去 trigger是说为什么要开征能源税 那我一直在讲说其实台湾是陷入了一个所谓 delation of climate governance 包括能源转型 就是能源转型的辞职主义 气候转型辞职主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刚刚非常重要的一个key 比如说台湾现在 环保署委托LSE Gladen Institute做的这个碳费的 大概的一个建议 大概三块美金到十块美金 那普遍当然大家在认为三块美金太低 但是现在它大概一个架构是这样 但是如果对照日本 上次我想有跟夏老师请教 后来我们也看到一些资料 日本其实在1974年 在石油危机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开始制定 刚刚夏老师秀给大家看了相关的 不同的能源的税备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这个就是说台湾今天 在一个高碳的一个架构底下 跟日本跟韩国一样 跟中国一样 我们怎么样转型 的确是走向一个 比较快速的气候制 我觉得这个Tigger是还蛮艰难 那第二部分就是 萧老师刚刚提到这个 财政部的角色 我想他现在在气候变迅 因应卡第五条 其实他还是隐藏在那边 跟原来温管法的架构 我看了一下是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说相关未来的 这个温室期要征收相关的税费机制 就是这一句 所以不然就没有财政部的角色 那我们怎么Tigger 就是说气候变迅因应法里边 把相关的应该征收 能源税这个部分 或碳税这个部分 做比较清楚的这个拟定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毕竟他现在在26条是有关碳费 那碳费当然现在是说 就变迅因应把主管机关是环保署 所以主管他只能处理费 不能处理税 那这个怎么处理 那他27条就刚刚夏老师 有报告了这个有关碳 边境调整费 就是那个碳官费 碳官费这样的角色 我觉得台湾这个部分 大家可能还要再跟深入的 来讨论这个东西 那在相关的二氧化碳 或排碳这个部分 当然就会牵制到空污 那我想我们今天 另外就请到詹老师 我想詹老师对空污 那对二氧化碳排碳 我想也有非常深的见解 那我想我们透过詹老师的一个 的一个talk之后 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请詹老师 请问我这样有分享吗 我的投影片 有看到 就直接这样就大小 这样可以 大小是对的 你可以按右下角 有一个阅读模式 在左边 阅读模式 好这个 谢谢那个肖教授的 非常精彩的这个 完整的 讲了一个 这个碳定价的各种可能的 那个思考的方向 那我今天想一想 我应该怎么跟大家分享 那刚好跟前一个演讲 可以互补的地方是 我大概会用这个世界第二大排碳的美国最近的发展来讲 一下这个碳的价格应该是怎么样 那台湾应该怎么定 那以及最近的一些比较新进研究来看说 合理的碳价 从全球的眼光看起来应该是多少 那台湾就可以用这个来做参考 那我们今天在 的讨论这个事情的当下呢 在 英国苏格兰的这个 Glasgow 也正在举行 2021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的大会 第二国的大会 那这个是被 COVID所 延迟的一次会议 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那从会议发展到今天为止 大部分人是失望的 就是说本来想设定的一些议题 恐怕都没办法 有很大的进展 那这是巴黎一定输之后 我们希望说能够赶快追上来 那好像有点困难 原先在这个会议上 想要达到的四大目标 第一个就是说让我们 想要在这个 全球在 这个世纪的中叶呢 能够达到 1.5度C的这个 增温的这个限度下 可以达到 这个2050 近年排放跟这个1.5度C的关系 等一下我可以用一个 一些新的研究员 不断的再证实说 它的迫切性跟需要性 那我们要做的任何定价 跟这个实现是很有关系的 那 定的碳价是一种 过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市场经济所不可思议的一个 政策工具 本来我们认为 所有的人略经济行为 包括会有排碳的这个经济行为 都可以用完整的完美的市场机制 来自己调整 那恐怕过去的经验 这是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我们才有需要给这个 软化的这个污染物质 给它一个价格 希望这样来扭转 不完美的这个市场价格 所造成的 种种的这个环境的外部性 或是最后的灾难性的这个获果 那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这个是怎么样叫做 within reach 怎么可以做得到 是要有很多的承诺 那从中国跟俄罗斯的缺席 你就知道说 缺了两大块很重要的这个 领导者愿意来 亲自出席 又有一个方式来做个承诺 这个总会议开始就知道说 这会是一个比较薄角的一个会议 第二个就调试 就是说我们的居住的社区 跟我们的自然的这个生态的生活空间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调试 而且能够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这个从飓风大雨土石流 到这个森林大火等等的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需要再更精致的来做 那这里面就是投资吧 特别是一些这个 气候的受难者跟不公平 受到对待的国家 社区跟人民 我们怎么样来保护它 还有我们生态里面脆弱的这个 区位呢 怎么样来保护它 这是第二个 那做这个事情就是要请 所以在巴黎协议里面 就已经提到要有1000亿的这个气候基金来做 一直都没有达到 那这个怎么样来驱动这个财务上面的这个承诺 来让比较没有经济资源的国家 可以也一起来启动这个减碳 这是第三大 然后最后一个就work together 就是这是一个全球的议题 要全球一起做才能够来 把承诺落实 那这个全球一起做 就是起码所有的领袖都要在一起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有一些领袖选择 没有出席就已经代表这个 不太容易 在这次会议里面达到一个 共同努力的一个事情 那显然会议后 会有更多的这个会议也好 然后双边的协议来促成这件事情 那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呢 我们看到说人类行为的改变呢 是可以让空污减少的 我的研究里面全世界 一百多个城市呢 那大部分的城市在我们 今年度或是去年度的这个疫情当中呢 因为我们人为的行为改变 让我们的食衣住行 娱乐还有工业活动都受到一些影响之后呢 空污都有改善 可是也有一些例外 像美国加州的这个一连串的大火呢 他所造成的空污的影响是远远盖过 我们几十亿人或是在加州 这个几千万人呢 他所可能集体改善他的行为 所改变他的行为所在改善的空气品质 那今年的9月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加州的这个大火呢 他的空气污染 看这个左边这个颜色很深的这个 这些都是一次大火可以影响到半个美国 然后从东岸到西岸 那持续的时间蛮久的 所以这个这个是森林火灾 然后这个森林火灾跟软化之间的连结 所造成的这个空污 那他的环境的代价跟健康的冲击 都是相当巨大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右边这个图 有一个蓝色的非常跳起来非常高的 就都是森林火灾呢 让我们的PM2.5会很大 那左边这个呢 是他们把历年来十次的加州野火事件 他所可能造成的这个损失 比如说那烧了多大 然后有烧掉了多少建筑物 那造成了多少死亡 这个都是直接死亡的部分 那事后呢 都有不少的工位的流行病学研究来看 所以一次生冷火灾 会让这个受影响的社区增加了多少疾病 跟多少的死亡 所以这个都是温室效应所造成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一些健康代价 那到今天为止 我们在会议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世界不再将全球软化 共在设施1.5度C增温以下的路径上 我们所有走到现在 各国用的一些手段也好 承诺也好 立法也好 都不够 那以今天的估计就是到2030年 我们以我们理想的这个碳的减量来 走在这个路径上 大概碳排多了四倍 而目前我们的碳排放是理想中的四倍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落差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碳定价 定价要定到多高 才能到2030年这一个 让我们要走到四季中业 四季末 这个我们人类相对于前工业时代 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 跟我们增温的这个容许之下 我们该做的努力 跟我们该定的这样 那美国因为川普退出 川普前总统川普退出巴黎协议之后 就造成全世界减碳的领导的上司 美国还是很重要的 不但是碳排的主要的地方 也是各种减碳措施机制创新的很多重要的来源 所以它的变化变成是 我们必须要密切去观测的 所以我特别在这一次里面来谈美国的变化 看我们台湾可不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个借金 那拜登总统上来之后 他就承诺他要减碳 以2005年的水准 他要减50%在203年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些承诺 你可以看到他是 以这个为最终目标来订定所有的政策 所以相对于欧盟 你看他是欧盟是1990年的标准来订 所以欧盟他订下来的这个减碳就变成非常的大 比起这个美国就大 所以我们到底走美规走欧规会影响很大 那走了欧规以后 我们所订的碳价可能会更高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参考的 那不要忘记 两个新兴的人口成长跟经济成长很大的国家 伴随来的碳排放也会是很重要的 就是印度跟中国 所以他的承诺 他的做法很重要 所以印度在这一次会议里面 承诺2070年的净碳排的那个目标 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大家可以从这个线上去看说 他的2070年的净碳排之后 他会是怎么样 那中国是到现在没有非常具体承诺的地方 这变成我们在前九定探价的时候必须思考的 那这个是每年排放的情形 那如果你从历史上排放了总量 那看出来的图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到底我们对于当下 或是说未来几年的排碳 我们是去订它呢 还是我们要回溯说 人类到今天为止所累积的碳排 这个总累积量 那以开花国家所排放出来的碳 所造成今天或是未来的这个代价 要不要我们回溯来求产 那这也是在碳定价里面 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地方 那我的朋友是金娜马卡西 他就是之前美国环保部署的署长 他在这次拜登政府之下 就把他聘进去白空作为气候顾问 那这个排空的这个气候顾问 所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刚刚肖老师所提到的 我们如果在减碳跟经济成长 跟公平性里面呢 就是说一个国家之内 一个城市之内或跨国之间 这个碳排所造成冲击的不公平性 或是碳税加上去以后 所得到的这个财务 或是经济上负担的不公平性 必须在所有的政客工具里面去思考 所以这个金娜马卡西就是 在白宫的城市来思考这个问题 显然这种问题是没有办法 靠着单一部会能够去解决的 因为它牵涉到管制污染者的 想要保护环境品质的 跟维护人民的健康的 跟我们其他的各个部门里面 可以影响到人民生活的 都是一个跨部会的协调 所以这个在拜登的减碳目标里面 他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创造高薪的工作机会 还有永续的这个能源技术上面 美国要取得领导 他要推动进步创造就业和实现 他要支持美国人的工作权 所以他要投资在很多的 这个能够减碳的创新的技术里面 然后希望能够在COVID之后的 经济复苏是有的 所以这些都是在 要不要定碳税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要思考的点 所以他要透过政府一体的途径 然后要跟不同的利益关系者 要不断的协商 不断的这个讨论 然后希望在这个经济发展中 探索比较多重的发展的路径 这个是他们很清楚 也就是他白宫需要来做的 所以每一项考虑减少碳牌的政策 也是支持良好工作 跟改善这个公众健康的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想的 在我们碳税的时候 那里面几个具体的做法 比如2035年要实现100%的无碳污染的电力 那这个就显示到这个电力的改变 跟电力业的工作人员 你怎么样把它改变 那建筑物交通部门 森林农业工业制成 投资创新也就创统 这些事情都是必须在这一个总体目标里面去做的 那欧洲就是欧洲历社学院 就是European Green Deal 那我说他们是1990年的水准来作为减碳的目标 一样定定2030年 那它是要实现的是经济跟社会转型的气候目标 所以经济跟社会是不可以放弃的 那他们希望在经济成长跟能源使用透过 而且他们的公平性就是要实现 在不放弃一忍一地 所以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让恶化了这个不公平性 所以这个特别是他们在大流行之后 觉得这个是他们很重要 那整个的投资大概就是要1.8兆 所以已经得到一个价格 就是说大概在美国跟欧盟这样一个范畴 它的人口跟土地 大概投资都是用欧元或美元来讲 大概都是兆的 那美国本来提出一个3.5兆的这个预算 要来做社会跟气候的这个复苏上面的投资 那其中就有一半以上是做这个气候的 所以都可以知道说 进步的国家 它现在在思考这个气候面前里面定价的 那几这个今年2月提出来的 技术支持的这个案里面呢 讲的SCC就是碳的社会成本 Social Cost 那有碳 有甲网跟N2O 那你看这是一个跨部会之间的工作小组 来定的一个技术档案呢 有哪些部门呢 有白宫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白宫的环境品质委员会 农业部 商业部 能源部 卫生部 内政部 交通部 财政部 美国环保署 美国的气候的顾问 美国经济委员会 还有他的这个预算局 还有他的科学技术政策的办公室 所以这些告诉我们台湾要定 刚刚那个肖教授有提到的 如果我们是只是环保署的一个探费 是不可能进其功的 这个以美国例子来讲 那就是一定会是失败的 所以他定出来的探费 跟我们减碳之间会是很不相干的 因为没有什么 所以至少在温检法里面 费一定要改成税 那他有可能是有一个跨部会使用 那一样财政部的相关的 在税的使用上也要因应 21世纪的新挑战 要把它改变 那不能说税里面 税里面的使用也一样有很多不合理 不合这个改善 我们这个气候危机所需要做的一些做法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 那这里就看到CO2跟CH4 就是二氧化氈跟甲烷的定税 那你看导入的年度 是从2020年到2050年 不同的导入年度 你就可以得到不同的价格 那不同的价格 如果给这个 这个叫做折旧率 或重贴线率的比例 就可以来算出来 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所承担的这个责任 跟这个代价的高低 那当然是discompt rate 你如果用越高 然后就是未来的人 他们所承担的代价就会被低估 所以一般来讲 他们就用目前在美国用SCC 来作为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里面 他们大概就用差不多3% 所以现在定出来的51块的中介价格 就是这样定出来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有很多模式上的不确定性 那这些做法就是 美国用一个标准的这个政策工具 模拟模式叫做 整合性的这个评估模式叫IAM 他们都用这样来 作为公开透明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这样来算 算出来就是碳的平均用3% 这个就是51块 对不对 这个甲烷就是1500块 然后呢 我讲以二氧化蛋来讲 那个你可以看绿色蓝色跟红色 你有不同的discount rate的时候 它的分布就会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51块是以这一个3%这样来看 那它其实高可以到152块 所以你的风险所承担的范围就会让我们来决定 所以你的决策所可能承担的风险 这个认费的机制里面 我觉得要开始这样才透明 那这样才能让大家走 那即使是这样 那最近的一个paper里面 就提到了 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一个刚刚我讲的 这个整合性评估方法 IM里面有漏掉的一点就是碳的死亡代价 那碳的死亡代价里面 一个很重要就是 温室效应所产生的温度产生的死亡 那最新的一些研究 我就要引着这一篇paper这个研究呢 就Blessler的这个研究 就告诉我们严重的低谷 那答案就是说 刚刚那个51块 如果把最新的 也就是2017年到现在为止 新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 每增加一度的这个温度 全球平均的话 那可能导致多少 因为温度而少真的死温 再放下去以后 大概我们要接近260块 所以也就是说 你的scoping如果不够大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对于社会代价的scoping 光是健康里面的死亡代价 不够全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抵护 所以传统上就是气候的因子 就是温度改变 那产生对经济或是福祉上面的 都有一些很好的模式来计算 那现在就是在人口学上面 因为温度所造成的死亡 我们知道更多以后 这些就会来修正 这些估计的公式 那修正完以后 就会得到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个结果 所以他们可以去算说 假设我们的温度呢 是这个business as usual 我们都不太管的话 它这样不断的升温 升温到后来的4度左右 那你每增高一个温度 那会产生多少的死亡 每年会产生多少的死亡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模式 所以IAM模式呢 可以再加上这个叫做EMR 就是说产生的这个mortality 人为产生的mortality 所以现在从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有based 9 scenario 跟这个在他这个论文里面 就提到说 这个每增加一度 它产生的这个 每这个产生的这个死亡 或是每排放一顿的CO2的当量 那它可以产生多少的死亡 那用这样就可以算出新的公式 所以这285块 这个地方285块的价格 是这样算出来 因为刚刚大家讲知道 它那个变异性非常的大 那大部分我们现在政策上 就用就central value的estimation 就是中卫的估计来算这样 那你看 其实每一个国家 因为所使用 所产生的这个 它的国民终其一生的排放呢 然后它会贡献在全世界的这个 死亡会会多少 所以这个 这个不同国家其实是不一样 那全世界的平均 譬如说在这个 如果我们不太做什么 它就会产生 这个0.38的 如果我们有这个比较理想性的 排碳的减量 然后它就可以减少 差不多这个三倍以上的这个死 那2050年这个 近年排碳的很重要的 就是看这个蓝色的线 就把刚刚那个算下去以后 我们如果在2030年 有赶快开始努力 让它有一个中介 然后在2050年 它到近年排放 我们才可能有走这样的线 来减少这个 让我们把它稳定化 否则我们的死亡呢 会绕着这个红色的线 那它就会增加了很多这个 碳排所造成的死亡 也就是因为温度 所可能的死亡 所以排放的projection 跟这个全球的温度 跟它的这个死亡之间呢 有关系 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不赶快加快做不行 那这个原因呢 是说我们如果好好这样调 以后那个世界上差不多有 会减少到8400万的死亡 就是蓝色跟这个红色之间 减起来 我们就有很高的这个健康的效应 我要讲 那这里我特别要 从它这个论文里面 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温室效应的 从现在开始到四季末 我们要想象的一点 就跟我们的传染病防治一样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 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度 所造成的死亡的效应呢 在现在的学历是这样 等你增温到三四度的时候 学历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越早行动越 如果我们觉得说 我们平均起来 未来从现在未来80年 我们平均慢慢做慢慢做 但这样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你要用现在的做法 一直在后面才做的时候 就会来过去 所以这个也牵涉到 我们订税的时候 订价格的时候 是前高后低呢 后前低后高 那大部分的情形 当然从我们学理上 就前高后低才对 就要越早做越好 就是你如果说后面这个材料慢慢再增加 它那个长长会追不上 所以我跟周老师呢 就跟我们国内的这几个民间的 就在亚洲有一个APEC Reform for Resinia 就兼任社会再造委员会 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疫情跟这个气候危机之下 我们民间然后跟全世界同步 欧美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呢 我们成立了一个这个叫兼任社会再造委员会 它的所要目的就是要强化社会健康与经济的韧性 就是把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常常用的词 就是Resinia这个韧性 用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里面 那我们希望以亚太为中心 专注在四大议题 一个是疫情的事情 以后的整备 再来就是供应验跟生物安全 再第三个呢 就是气候变迁跟健康的绿色成长 那最后一个就是数位 所以这几个都是全世界的人在讲这个Resinia 所以这个韧性这个词 从全球变迁到这个大流行之后呢 二合一 所以这些事情呢 在未来我们台湾在谈这个碳定价 从碳定价要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问题 一个议题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 我最用这个 我是来自彰化 我们彰化有个彰化基督教医院 他的创办人是蓝大卫 那我们台湾人一百多年来就医形态的改变 医生跟我们治病的方式 跟我们医疗体系的改变 都来自于这个当年来自于苏格兰的这个医生 苏格兰Glasgow的这个医生 落脚带中台湾 然后改变了台湾的医疗体系 到现在还在改变当中 那此时此刻的COP26 开会的地点也是在苏格兰的Glasgow 所以这个一百二十五年来的这个历史的交错 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要好好思考说 往前的一百年 我们应该做一个可长可久的一个事情 那碳定价是目前看起来 刚刚这个肖老师已经知道 不管是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委 还有联合国 都觉得这是一个 目前限电段短期很有效的一个政策工具 所以他们也出了很多的技术的看護 在协助很多国家来定价 那我想我们今天是 在这个COP26的会议题中 在台北有这个机会 大家好好来讨论一下说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台湾用碳费所定材 那个价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价 我想那个是完全不符合学理 也没办法跟国际借回 我今天已经告诉大家有几个价格 国际上一开始就是差不多一吨一百块美金 但是中介的在提出来大概是五十一块美金 今天如果考虑了碳的死亡代价 那大概是两百五十八块美金 我们也必须在这里面做一些选择 那你是单一呢 还是像日本一样 把其他能源税都算进去以后 你算出来 其实也是一个能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空污费 我们可以从我们能源税里面 整个把它加起来以后 最后我们来看看 我们在没有订的碳 甲烷 还有N2O这三个气体 我们应该要订多少 那怎么去订呢 我已经提出来美国的做法是划部会的 美国是在白宫的 所以这个是国家安全的议题 我觉得应该是在行政院以上的总统府 必须要跟行政院来协调出一个定价的方式 才可以因应这个 显然是比COVID-19大流行还更大的 我们台湾的也是人类的危机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我想也非常精彩 是很深层的一个talk